一个中年男子与一名头发花白骨瘦临寻的 老年人发生了争执 然而还没有等老人家说完一句话 中年男子就伸出了手 狠狠地向老人的脸上打去 中年男子力度非常的大 这名老年人亮呛了一下静止地倒了下去 然后捂着自己被打的脸 年轻人肝火望也是正常的 但是这个场面可不像是一般的冲突 中年男子可是使足了力气 往老人的身上打去 中年男子名叫汪兴田 43岁 而挨打的老人已经86岁了 任谁看了这场面都会出来劝阻一下 可是在这样的场景下面 周边围观的人却显得有点冷漠 可事实上真的不是周边人冷漠 俗华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 这名中年男子与老人是一对亲父子 面对着围观的众人 儿子汪兴田表示自己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才会下如此重的狠手 往汪兴田手指的方向看去 是一座已经倒塌的老房子 汪兴田表示这就是自己的家 而拆散自己家的人正是他的亲生父亲汪凡 这个残垣断木杂草众生的家 是汪兴田生长的地方 然而现在这个家已经破碎不堪 自己曾经日思夜想的家 就这样倒塌在自己的眼前 整整20年 汪兴田都没有回过这个家 不是他不想回 而是一回到这个地方 汪兴田就会想到自己悲惨婚姻 和被别人戳几两骨的经历 20年前汪兴田本不是这样的 那时他家庭幸福 妻子和睦 可现在妻离子散有家不能回 而导致这一切变化都是因为 他的老父亲20年来对他的不断迫害 这就有点奇怪了 有一句话说得好虎毒不食子 作为亲生父亲怎么会对儿子 进行长达20年的迫害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来继续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 江西永新肖家村是汪兴田出生的地方 但是40年前因为家境贫困 当时只有5岁的汪兴田被父亲过继到了 武士里以外生活比较优越的民生村养父母家 转眼13年过去了 18岁的汪兴田已经成长为了壮劳力了 原本想着再养父母家成家立业 然而就在这时亲生父亲汪凡却 突然提出要接他回老家 原来在老家靠着父母的辛劳 总算是有能力重新建房子了 于是父亲便想着让已经成年的汪兴田 回家帮忙建房子 此外汪凡还许诺汪兴田 会给他找一个体面的工作 让他去城里生活不在乡下受苦 虽然对养父母有很多的不舍 但既然汪凡都允诺自己如此好的条件了 最终汪兴田还是回到了老家 回家之后汪兴田按照父母的安排 找到了好工作 转眼间八年又过去了 已经26岁的汪兴田 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然而即使汪兴田已经有了新一对象 但是汪凡却强迫他接受了另外一桩婚事 对于父亲为自己谈好的婚事 汪兴田是一万个不同意 对方家里除了非常的贫穷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女方脑子有点不灵活 然而父母执命没说之言 即使汪兴田已经有心仪的对象 但最终还是按照父母的要求娶了对方 汪兴田最终娶了那个不是很好的女孩 这样的婚姻可想而知 汪兴田过得并不快乐 可以用度日如年来形容了 然而结婚之之后 汪兴田发现了父亲逼自己结婚 背后的一个阴谋 自己现在的丈母娘竟然勾搭上了自己的父亲 之后以此为要挟要求汪兴田娶了他的女儿 莫非这是想要亲上加亲 起初汪兴田也还不是很确认 但是结婚之后他搬回了养父母的家里 但是搬过来没多久 汪凡竟然强行的也住进了养父母家中 而搬到汪兴田在养父母家中 汪凡也是有他的原因的 一是住得舒服 因为汪兴田毕竟是小辈 不敢叫他去田里干活 此外养父母也会看在汪兴田的面子上 对他比较尊敬自然也不会叫他下地干活 二是与亲家母距离更近了 因为自己的岳父在外地打工 所以丈母娘竟然和自己的父亲勾搭在一起 二人一直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很快就被爱嚼舌根的村民识破 他们的流言蜚语一直在村民口中相互传着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 汪凡竟然将坏主意打到了 自己身怀六甲的妻子身上 原来汪兴田将妻子安排给养父母照顾 自己便回到城里工作 但是这时汪凡竟然住进了妻子的房间 妻子不肯 要求他搬出这个家 但是汪凡却一直死皮赖脸的住在里面 后来这件事情被汪兴田知道了 他忍无可忍要求父亲搬离养父母家 但是父亲却一直赖在这里 然而由于汪兴田的软弱 汪凡一直住在家里 因为汪兴田常年在外地疏语对妻子的照顾 所以在儿子出生后不久 妻子就离开了他去了外地了 再也没有回来 结婚一年二人就离婚了 那时妻子只有二十岁 而且脑子没有正常人那么灵活 可是因为汪兴田的软弱最终让他失去了妻子 尚在强堡中的儿子永远的失去了母亲 汪凡的所作所为让汪兴田觉得 自己脊两骨都要被别人戳弯了 自己在这里也永远执不起腰做人 既然父亲不愿意搬离养父母家 所以汪兴田决定自己搬出去 于是他抱着儿子回到了老家 然而父亲对他的迫害还没有结束 而且这一次还有了帮凶 回到了老家的汪兴田原本以为摆脱了父亲 自己就可以安心带孩子了 然而弟弟汪文竟然成为了父亲的帮凶 汪文认为哥哥的户口不在这里 那么他就不是这里的人 父子二人想尽办法要把汪兴田赶出这个家 赶出家门还不够 弟弟竟然与父亲合谋 要将汪兴田修建起来的房子占为己有 面对冷漠的父亲与弟弟 汪兴田万念俱灰 自己被扫地出门了没关系 但是儿子的归宿怎么办 父子之间的对战持续了二十年 二十年里 父亲一直还持续地对汪兴田进行伤害 为了孩子 原本一直想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汪兴田 将父亲告上了法院 要求父亲赔偿自己六十万 只有这六十万 才能够抚平自己二十年来的创伤 于是他除了向法院起诉之外 还找来了记者要好好曝光一下自己的家丑 在村子里汪兴田还想要询问一下村民 但或许是别人的家务事 关于父亲与丈母娘以及妻子之间的事情 村民们闭口不言 或许是在这样的场景下 当父子二人再见面时就出现了 文章开头的那一段 汪兴田一巴掌将父亲打倒在了地上 等在地上缓了很久的父亲起身之后 汪兴田又指着父亲 质问他对自己妻子做了什么 他自己清楚 然而老父亲为了证明自己清白 直接发起了毒誓 在冷静下来之后 在汪凡这里似乎见识到了不一样的汪兴田 二十年来汪兴田经常与父亲吵架 并且曾经多次动手打了老人 不允许他吃饭 还把被褥烧了扔进了厕所里 这时汪文回到了家里 从他的口中也听到了 汪兴田对父亲拳打脚踢的事情 而兄弟二人见面就对二十多年前 修建的房子的归属问题发生了争吵 汪文表示哥哥认为这房子是他造的 简直就是笑话 这样一个别人不烧饭就要饿死的人 哪里来的能力造房子 而且当时汪兴田才十八岁 哪里来的钱建房子 就算真的是他修的 如果他真的有这个能力 现在还会过得这么惨 一点钱都赚不到 兄弟争论不休 记者希望能够单独采访一下父亲 但就在这时汪兴田却突然大声呵斥父亲 表示如果乱说话自己还要打他嘴巴 最后在汪文以及周边群众的帮助下 记者采访了已经八十六岁汪帆和汪文 在汪文口中汪兴田真的是一无是处 当年要不是自己父亲把他从养父母家喊回来 说不定他早就被人扫地出门了 汪文表示汪兴田好吃懒做 脾气暴躁 其实一直就不被养父母所喜欢 甚至还有点厌恶 他当时是不得不回到老家生活 至于为什么与嫂子结婚一年就分手 汪文表示哥哥脾气暴躁 与妻子的哥哥发生了矛盾 竟然砍断了人家的一只手 结果亲人变仇人 所以日子才过不下去的 而父亲之所以在养父母家居住了 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知道儿子与老丈人家关系紧张 自己在帮忙缓和关系 至于汪兴田所说的父亲住进嫂子的屋内 汪文表示根本就子虚乌有 自己曾经专门求证了哥哥的养父母 他们都表示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至于父亲与哥哥岳母之间有没有其他关系 弟弟表示从来就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流言蜚语 而哥哥现在的落魄就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原本汪文以为嫂子的离家出走 哥哥会有所改变 相反他不仅不在工作 还把孩子丢给了父母亲自己一直有手好闲 没钱了他就会回家找老父亲闹一下 或许是因为毕竟是儿子 老父亲每次也都会从口粮中 省一点给这个大儿子 现在弟弟汪文与哥哥汪兴田的说法 之间有太大的出入了 汪兴田认为自己现在的惨状 就是因为父亲长达20年的迫害 汪文认为汪兴田现状就是因为 他好吃懒做造成的 为了了解一些事实的真相 记者在汪兴田曾经生活过的两个村庄 进行了采访 在汪兴田的老家 记者了解到他的老父亲是师范学校毕业的 可以说是个知识分子 行为处事都比较靠谱 对于汪兴田所说汪凡与自己的岳母以及妻子 有不正当的关系 村民们听了哄堂大笑 纷纷表示没有这样的事 对于他们夫妻二人之所以结婚一年就离婚 就是因为汪兴田做事凶狠霸道 将自己大舅哥的手都砍了 还要用炸药危险岳母一家人 所以才导致了二人的离婚 此外村民们也表示经常能够看见 他与老父亲发生矛盾并且动手 因为岳父母已经去世 所以不能从他们嘴里了解到当年的真相 而在养父母家 记者也了解到了对汪兴田评价以下的事实 汪兴田这个人为人霸道 曾经还对邻居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动手 村民们对汪兴田最大的评价就是 汪文口中的那个词好吃懒做 因为当年父亲之所以到养父母家住 据有往来的村民讲 就是为了调和自己儿子与儿媳之间的关系 汪兴田的儿子表示 自己从小到大都是爷爷与叔叔抚养的 一直以来都是叔叔给自己交学费开家长会 相反自己的这个亲生父亲从来就很少露面 即少数露面就是为了要钱 一番了解下来 汪兴田的为人也了解到了大概 真相也逐渐明朗了起来 当父亲的无人非议更多的是赞许 相反这个儿子却引来了不少的唾沫 汪兴田认为父亲与岳母妻子的不正当关系 似乎都是汪兴田自己杜赚的 而真正目的就是为了 而父亲的退休费和养老金 汪兴田口中说要父亲赔给他六十万 先不说六十万能不能拿出来 就算是拿出来了这笔钱 是不是真的会像汪兴田自己所说的 给儿子结婚用 应该不会 毕竟从小到大他也没有管过自己的儿子 最终在村民们的唾弃下 汪兴田离开了老家 只留下了在偷偷抹眼泪的老父亲悲伤的背影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我们桜庆祝 我们下转 των分了 我 我们下转 sweetness 两点 我们下转 下转